记者苏方和台北报道,立法院程序委员会今天排定第五会期第十一次院会议程,经过表决后,将行政院韩宋促进转行正义委员会委员名单同意案列入8日上午院会议程,此外,也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,MCC,委员提名名单同意案排入4日院会报告事项后处理。 根据促转条例规定,促转会应于两年内,针对开放政治档案,清除威权象征,保存不宜一致,平复司法不法,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,不当党产的处理及运用,其他转型正义事项,以完整的调查报告,规划方案及具体实施步骤等在内的书面报告,向行政院长提出促转会委员同意案。 案由包括请立法院同意行政院提名黄黄雄卫主任委员,张天心卫副主委,杨翠,叶红灵,彭仁玉,高天慧,游博祥,徐雪姬,花一芬等军委委员。